大家好,我是性感的小肖肉贝贝 欢迎来到恐怖地带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男人去酒店找老婆 却遇到妖怪的恐怖电影 叫《诡计回忆录》 看完这部电影我恶心的没吃晚饭 我的男主是一个痴情的美国大叔 他又去这岛上寻找他的初恋情人 可就在行驶途中 幽暗的湖面上飘了几具女人的尸体 死相极其残忍 安示了这个小岛不一般 果然这是一座特殊的小岛 这里除了女人就是来到刺激的男人 大爷进来啊 男主忍不住看到这些女人一圈 却发现角落里有个神秘的女人 男主若有所思 住进了这个有个特殊服务的酒店 而老板给他安排的姑娘 就是刚刚那个神秘的女人 之所以神秘 是因为他的脸一半天使一半恶魔 哇,这脸吓死我了 欢歌神爱的男主问女人 这里有一个叫黄门鸡的妹子吗 原来他的初恋叫黄门鸡 被埋到这种岛上做妓女了 没想到女人还真认识 他真诚地告诉男主 黄门鸡已经死了 男主悲痛不意 直接昏了过去 当他醒来后 看着眼前这个女人有点意思 于是就让女主给他讲讲故事 女人就讲了自己的故事 小时候他们家很穷 父亲又有疾病 为了不愿意拖垮这个家庭 他选择了自杀 而他为母亲埋到这座岛上 从此成为了那种女人 但是因为自己长得恐怖 所以没有客人 没有收入的他 只能看着其他姐妹吃饭 而黄门鸡却是这里的招牌 善良的黄门鸡 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了他 还把有一个美国亲的事 告诉了他 可是因为黄门鸡太火了 其他姑娘心生妒忌 就陷害他偷了老板的戒指 就这样 他被吊起来严刑扣他 受不了就上吊自杀了 听完这个故事的男主 凭借他对金安的女人的了解 认定这个女人说的话 一定是假的 因为黄门鸡根本不会自杀 还真被他猜中了 这个丑女人说了假话 其实是他偷了老板上的戒指 然后陷害给黄门鸡的 不仅让黄门鸡受起非议的沉默 还让他累死了 男主听了简直要疯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 女人这才说出可怕的真相 原来他的家庭有点特殊 父母竟然是一对亲兄妹 这样的家庭根本不适合生孩子 到他被生下来后 母亲就让他丢进河里 万万没想到 过了两天 他还活着 母亲认为这是天意 就让他扶养长大 可是变态的父亲 却将魔爪生向了他 于是他就杀了他的父亲 看似是他杀的 但其实并不是 因为他的脑袋里 还有一个畸形的妹妹 就走在他头的右边 哇靠 看到这里恶心死我了 头老板娘见识的 就是他妹妹的手艺 这才是他犯罪的根源 愤怒的男主看到在眼前 这个杀人的妖怪 拿起枪直接打死了这个女人 最后 他因为杀了人被关进监狱 然而 他的跟前却出现了两个鬼魂 守在他的身边 剧中 看完这部电影 我真的很恶心 有种想吐的感觉 惊奇繁衍眼就是可怕呀 生出那么可怕的怪胎 就问你们怕不怕 好了 今天的恐怖片就讲完了 听说关注我的人会越来越帅 我们明天再见 乌乌大